今天我们来编续一款凤尾花 就是它闪现出来像凤凰开瓶的时候的花形 它中间这里是有点漏工看的 很漏工 看这里 中间是有漏工的 然后呢 我边编续往外 像烟花也像凤凰开瓶的时候的尾巴 非常的好看 就是很简单这款花形 编续男士女士开山都是可以的 这款花形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 下面我们开始起针 这样起地针 起针很多种方法 你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起针都是可以的 起好针以后我就直接演示花形 把一生半针抽出来 然后我们这一排就开始来吃花形针 然后我们这一排就开始来吃花形针 这四针 这四针合并 先 这四针合并 这四针合并 成为一针 把线绕过来 加一针 一 一 二 三 四 好 加了四针 这里 合并 合并一针以后 加四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然后呢 我们这里一样的要加七 七针 我们在中间针 这边一样的 一 二 然后 三 四 五 这里我们把这针绕过方向 这里四针合并 好的 四针合并 这里花形针 我们两边收针 这里收四针 这里是四合一 四针合并 一针 一 然后是花形针 这里我们要有十三针 才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这里十三针 然后这里是五针 两个反针 一个平针 这里一样的要有五针 除了边针还有五针 好 我们现在开始织 十三针花形针分好了 我们来织 五针的 这里两个反针 一个平针 然后两个反针 这样一组花 我们分好花形针 我们分好花形针 针 织好以后 织反面 反面我们根织就可以了 这边我们根织 平针 这里的反针 这里的反针 我们要从这边 让它转个方向来织反针 这样 这里平针 正常编织就可以了 这里的十三针 我们全部丝上针 加针了也是十三针 全部十三针都是上针 然后我们来吃两个平针 这一针反针 我们要从前面这样 一边撕过来 撕两身上针 好 反面撕好以后 撕正面 正面这里一样的 撕两个反针 平针 平针 我们要来从后面 撕 一针平针 这样子 两针反针 这里十三针 这一排 我们全部撕平针 平针编织 这一针平针 这一针平针要转个方向来织 这样它就很好看 密地感要强一点 好 这一排根丝丝好以后 我们织反面 这一排反面一样根织 反面平针是平针 反针是反针 谁有反针的这一针 我们要转个方向来织 其他都是一样的织法 打根丝就可以了 这里是平针 反针 平针 留个边针 好 我们织好织排高度以后 我们现在又开始来织第二组的花形 因为这里织了这组花形 落工这组花形是第一排 我没有织下百遍 所以大家看不是很清楚 我们织下一排 这里 这一排开始织花形 要反针 这里永远都是两个反针 一个平针 织上去 不会变的 反针 然后呢 我们这里一样的 要四针合并 四针合并一针 你要四针合并的这里 你不能把线四着带紧 要不然你不好合并 合并一针 合并成一针 我开始加针 把线织放过来 我们开始加针 每一针都要加针 再搭的缝隙处加针 再缝隙处加针 好 我们这里剩下四针 再把这四针合并 合并的时候 我们要再把线到前面了 因为我们这里一样的 要加针 这样把它合并 好 合并好以后 我们一样的 这里织编 反针的 撕反针 平针 撕平针 这里要转个方向编织 平针 这里我们织好以后 下一排一样的 继续编织四排 然后再来支 再来合并 凤凰的尾 这里合并这一针 然后这里我们点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这里你收针 是两边收四针 但是加好的中间针 一样是十三针 针数不能变 这里的十三针不能变 好 这里五针 一时往上编织 一样的四发五针往上编织 这样你继续往下编织几排 它就非常的漂亮 看 大面积编织的 就是很漂亮的 四管花形 马上用一样的撕法 马上编织 就很好看了 对于四管花形 大家还有什么不了解的 在我评订机上面留言 一管经典 简单的花形 文字幕 therein 明镜儿 最后